此念佛妙法 信诸信识 全信其修 全修在信 这四句不可思议 念佛这个法妙 妙在哪里 都是大臣经教里 佛所说的话 是心做福 是心是福 一切众生心 本来是福 现在迷了 变成凡夫了 可是凡夫今天觉悟了 他又要发心做福了 念佛就是做福 为什么 世尊常书 一切法从心享受 念佛不就是心里想佛吗 念阿弥陀佛就想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出现 出现在哪里 出现在身体这个形象上 主要记住 向随意心转啊 什么是阿弥陀佛 什么是阿弥陀佛 四十八运是阿弥陀佛 无量寿金是阿弥陀佛 这一句阿弥陀佛 让我们全心全身 写愿献出四十八运 你当下的身心 就是阿弥陀佛的真身 阿弥陀佛在你身心 就显现出来了 所以 中风禅寺 在系念法寺上书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此方即净土 净土即此方 就是这个意思 是真的不是假的 这就是祖师大德常讲的 你会吗 你会念吗 群心喜酒 信是信得了 圆满的信得 在一句名号上 圆满的信誓出来 无情无缘 这就是平常讲的 相应的意思 这一句话 就是圆满的信誓 就是圆满的自信 圆满的自信 就在这一句话 当中 群修在信 信修是一 不是二 信是礼 修是四 礼四 不二 信是体 修是想 信乡 信中有相 相中有信 信乡是一 不是二 我们能够做 如是观 观 就是修 烦恼习气 自然就淡化了 天天淡化 年年淡化 不知不觉的 你就提升了 不定在什么 因缘 触动之下 你就 撤悟了 消灭 消灭 反应 中有 证据